众人依序行屈膝里 红檀上这位是泰国公主施灵通 她访华期间跟马前总统一样 下榻于中国大饭店 驻京台媒难得一窥北京的外事活动 北大安排马英九漫步校园 巧遇台湾学生打太极 马英九脱下西装献学几招 副部级的北大党委书记郝平 北大校长龚崎皇一路陪同 更让台大毕业的马英九赞叹 北大真的有文化 我这个名字到现在为止 只有你们写这个音是写对的 因为它那个不是一那一点 明白了吗 马英九访路九天以来 难得大脱稿逗笑现场 第二度率团访问中国大陆 并踏足北京 或者盛传可能在十号上演马席二会 但是截至九号傍晚 马帮跟陆方都三间齐口 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近 其实恰恰能反映出人心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和流动 作为一个学生 作为一个个体感受到马英九先生的可爱 我也要再次邀请北京大学的老师跟同学 能够回访台湾 由我们马英九基金会来安排各项活动 马英九此行多次强调会继续推动两岸亲战交流 所以这访问北京可能不会只是第一次 在未来可能会变成常态化的访问中国大陆 以上TV新闻朱光宏陈入文 北京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